大家好,我是大洋方旅行 今天我来到的是江苏南通 我身后这里有一座大桥 它叫苏通大桥 而在苏通大桥的底下竟然有一艘大船 看到没,就在这里 对,实际上它是一艘航空母舰 为什么这里会有航空母舰呢 我们详细的看一看 哇,今天的风有点大 把我一头乌西麻亮的修化 都已经飘起来了 不说会话,先看一看 现在已经有点大 我们就简单的来赶紧看一下 拍一下这艘航空母舰就赶紧走到吧 因为现在确实是鱼比较大 我现在整身都被鱼打死了 目前这艘航空母舰 停到这个地方已经好几年了 不过我们已经见过云席 是可以拍摄的 它不存在什么秘密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正在有机的进行打造 它可能这边要打造成一个 航空母舰的主题乐园吧 虽然是有点成就 但是它依然是非常的雄伟壮观 有点震撼 说实话 我人生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到航空母舰 以前都是在电视上看过的 现在真的是亲眼目睹 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看到没有? 就是前面的这艘航空母舰 前面的这艘航空母舰 它叫明西克号航空母舰 它是以白俄罗斯的舍湖 明西克命名的 以7月12月28日开工建造 75年9月30日下水 78年9月27日开始服役的 苏联解体后 由俄罗斯继承该舰 但由于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不足 以92年5月30日退役 95年底 明西克号被韩国大乙集团买下 但后来以98年8月被中阵买增后 并改造成金氏主题乐园 及深圳的明西克航母世界 后来有一种种原因 又运到了江苏的南通 也就是前面的这艘航空母舰 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雄语壮观 好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哎呀 我的修话又被吹乱了